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信上帝的罪得是个免 不信的就已经被定罪 欢迎来到尊德教会周日的线上主日崇拜 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敬拜 希望讲您的联谊方式发在对话框里面 我们希望认识您 如果您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敬拜 愿上帝赐付给你 首先我想给大家再重新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我们讲过 2024年我们的圣经学习 和以往的前三年线上学习有一点不一样 跟你们线下参加教会的也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最终我发现原来线上和线下有很大不同的 而圣经的学习 其实和你们上学到学校里学习 也有很大的不同 圣经不是我们可以学到多少的知识 可以获得多少的知识之后 可以理解得清楚的 圣经主要是要靠圣灵的带领 你自己的感悟与上帝之间的对话 才能够理解清楚的 所以说对于圣经的学习 是一个信心学习的过程 是上帝给你的信心 你逐渐认识到并且加强 讲新生活在你的身体里越走越大 从而活出新的生命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讲 从教导到互动 我们中文圣经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从教导 像过去这种教导方式 变为更多的时候互动的一种方式 希望大家慢慢适应这种方式 然后凡是来参加我们教会敬拜的人 因为你花了你的时间 你预留了 都希望你能够去认真参与互动的时间 我有些问题问到你 你如果不会回答 你告诉我 我不会也没有关系 如果是对方问了你的问题 不是我假设另外一个弟兄姐妹问你的问题 你不会回答 也没有关系 因为不知者不为怪 知者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知却已知 那就不好了 好 我们看一看 今天我们学习圣经 就要准备学习圣经的32章的 第1到12节 主题是雅各的祷告 雅各的祷告是在什么情况下祷告的呢 它是在惧怕愁烦中的祷告 当我们人生有惧怕 有愁烦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祷告 是怎么一种祷告的方式呢 我们今天看看创世纪32章 1到12节里面雅各他是如何祷告的 他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看看这件事情 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或者将来你会不会经历这种事情 如果经历了这种事情之后 这一段经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好 那么惧怕忧愁啊 惧怕愁烦啊 你是不是有没有经历过 曾经内心有恐惧 惧怕的时候 或者呢 你有没有过一些 曾经让你非常烦恼 忧愁的事情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你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圣经说不要为明天担忧 一天的忧愁 一天就够了 但是我们不但为明天担忧 我们甚至为明年 后年 大后年 底四年之后 都要担忧 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弱点啊 那从下礼拜开始呢 我们准备去 去这个第三部分 在我们讲到今天要讲到主题之后 在我们政治开始之前 我们会有个互动 互动的话呢 是你们之间的互动 比如今天我们来 那是十个人 十个人我会抽两对 或三对这样的一个人呢 来进行个互动 比如说今天是我和Angel来去互动 那我就会 可能我不认识他啊 这样我认识他 但是我可能不认识他 或者现下从来没有见过面 那么我会 找一些 大家比较容易聊的话题来问他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啊 他说我喜欢绿色 那我问他 你为啥喜欢绿色呀 他会讲他一些绿色 然后呢 我会根据他的回答 再多问一些问题 从而更多的去了解他 还有一个呢 普通大家可以谈的话题呢 叫你喜欢吃什么 这个话题也比较广泛的 第三个呢 就是你喜欢做什么 这些都不是 大家会有冲突的一些话题 而且呢 不是一个使命题 比如有些说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还好啊 不错啊 我们在这个 美国教会啊 星期天的今天也是 我们到线下教会去的时候 遇到弟兄姐妹 总会说这样一句话 How you doing I'm fine Thank you 或者说 Thank God 那这句话 说完之后呢 就打断了 打住了 就没有一个互动 互动的话题呢 应该是一个 可延续性的一个话题 所以说不要问 一句话 把这个话题啊 就问没有了啊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你在家里面 和谁最亲近 和谁的关系最好 这个你也可以去问啊 所以这样来讲呢 就把话题打开了 问了一个话题 就可以再问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千万要注意啊 也不要把这个成为一个 像法院一个审讯的方式啊 有一个互动的方式 从而呢 大家更多的了解对方 那还有一个 比较容易去打个话题的 就是说你 你家在哪里啊 你今年几岁啊 上什么学校啊 就大体这样 那每一个互动呢 不要超过太长时间啊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 认识的互动 如果认识的话呢 就问些其他东西 如果不认识的话 就是结识一个互动啊 每一对 就是两个人啊 大约有两到三分钟时间 看看怎么样 那我们这样 如果实验成功之后呢 一两个月 如果大家习惯了 我们一开始的 开始教会之前的 就开始分组 分组呢 大家就有一个互动 大家了解一下对方 然后呢 我们再回过来 一起来就学一圣经啊 我们变成这种方式 先尝试一下啊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今天呢 我们要读的一个起应的经文 是来自于诗篇的三十四章 四到八节 我们请Teresa帮我们读一下 Teresa帮我们读一下 今天的起应经文 诗篇三十四章 四到八节 他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随定 就我脱离一切换了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赐为安宜 打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好谢谢啊 在今天的诗篇三十四章 四到八节这个经文里啊 这个作者说 他曾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了他 当你去呼求上帝的时候 上帝回应了你 那就和第八节相对应 你要尝尝主人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作者说 他曾经寻求过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过他 然后呢 他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 讨靠他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说 他这个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我说你要相信上帝 虽然你不懂得 为什么他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为什么他让你做这件事情 但是只要你信靠他 最终你一定会明白的 因为我曾经就在 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 听从了上帝的启示 做了一件他喜欢的事情 我现在感觉 这件事情做的是非常的正确的 我们看看诗篇的三十四章 四到八节 刚刚Tarisa所说的一样 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 然后呢 尝尝主人之味 你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他怎么样做了呢 他就他这个作者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刚才我们讲脱离恐惧 是如何脱离恐惧呢 要呼求耶和华 寻求耶和华 就可以就你脱离恐惧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 他的脸必不蒙羞 在困苦中去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就我们脱离一切患难 第七节啊 第七节 今天我想给大家再仔细看一下 也非常重要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四面安盈 搭救他们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四为安盈 搭救他们 亲爱的女友姐妹 但你在困苦之中 感到四面碰壁 或者腹背受提的时候 你要是敬畏耶和华 他就在你周围 安盈 派他的军队 来去保护你 注意啊 他是对敬畏他的人 他就保护 在你周围 安盈 扎在 这个经文 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这跟我们今天的学习 有点关系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 那好 首先呢 还是到了圣经教理问答的一个环节啊 我们圣经教理问答的一个主旨啊 就是为了让我们信道 传道 祷告 我们相信上帝的道 相信上帝的话语 然后我们相信了 我们就传扬他的道 传扬他的父亲 然后呢 我们要通过祷告 与上帝进行联系 建立一种关系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麦克风打开 跟我一起读一下 今天的圣经教理问答 以什么样的态度 祷告 以爱心 恒心 我们一起读好了啊 和感恩的心 谦卑的顺服上帝的旨意 因为我们知道 为了基督的缘故 他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 他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 亲生兄姐妹 当我们一起读上帝的话语 或者我们想读圣经的时候 我说让大家一起来读 是有原因的 因为圣经你说 只要两三个人诚心祷告 他一定垂听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说 一起来去读的时候 希望您把麦克风打开 一起来去读 今天的圣经教理问答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呢 真的是非常完美的配合在一起 他今天的圣经教理问答说 我们要以一种神秘的态度来祷告 这里就说要有爱心 恒心 感恩的心 然后呢 你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要谦卑的顺服上帝的旨意 因为呢 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为了基督的缘故 他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 这里面有几个逻辑关系 因为基督的缘故 他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是以爱心 恒心和感恩的心 顺服上帝的旨意 而且自我谦卑 顺服他的主权的一个祷告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 又到了一个 静默祷告的时候 我们中段教会 每次在开始之前呢 大家把心安静下来 一到两分钟时间 在静默中呢 向上帝进行忏悔祷告 为自己过去一周 所做的措施呢 还有呢 心中产生的一些恶念呢 向上帝呢 进行祷告 希望他能原谅我们 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过程中呢 也愿他的圣灵带领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 我在屏幕上显示四点 希望大家在静默祷告的时候 如果没有方向 可以看一看 第一个呢 我们要用诚挚的心去祷告 不要说套话 因为自己祷告 谁也不知道 所以你要给上帝祷告的时候 用一个诚挚的心来去祷告 第二个呢 要遵循上帝的话语祷告 不要以自己的意愿 求上帝顺服你的意愿 你要谦卑的去寻求上帝的意愿 遵循上帝的话语来去祷告 第三个呢 就怀着信心祷告 既然我们祷告了 我们求了 我们就相信上帝会垂直 上帝一定会搭救我们 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所以要怀着信心祷告 第四个呢 就要勇敢坦诚的祷告 不要怕 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你们就会可以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第24章35节这个经文 所有人生的答案 还有你所有的困惑 就在圣经里 接下来的一到两分钟时间 让我们把心安静下来 然后默默的向上帝进行 禅会祷告 亲们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原谅我们的过犯 也感谢你让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第三天复活 就带过我们永生的盼望 求你原谅我们的过犯 也求得你的恩典 在今天的学习中 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 任我们所听的 都是你要想要告诉我们的 也愿我们能够谦卑地 伏伏在你的全名之下 求得你的智慧 指引我们的生活 也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 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的信心 相信你 以赛道各奉国主基督 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今天学习创世纪的第32章1到12节 那我们准备分五部分来学习 具体经文准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创世纪32章的1到2节 主题是雅各敬畏上帝 第二部分呢 是创世纪32章3到8节 主题是雅各害怕 以少 第三部分呢 是创世纪32章9到12节 主题是雅各的祷告 最后两部分 一个是结论 一个是应用 好 我们先看一下 雅各敬畏上帝 雅各敬畏上帝呢 我们这里有两个问题啊 等一下我们请一位 地狱或姐妹呢 读完之后呢 我想请她回答这个问题 雅各从哪里出发 到哪里去 第二个呢 是这里上帝的使者 对雅各有何意义啊 哎 他遇见了上帝的使者 对他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经文 创世纪32章1到2节 我们请郭海涛来去读一下 然后呢 回答这两个问题 创世纪32章1到2节 就行路上帝的使者遇见他 雅各看见他们 就说这是上帝的军兵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 哈 马哈念 好 谢谢 马哈念就是两对军兵的意思啊 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雅各这是从哪里出发 到哪里去呢 上礼拜我们学习了 创世纪31章 31章里面讲了 他跟拉班的故事 最后呢 他是从 那个 有一座山上 出发的 就反正是他跟拉班 俩人立完约 拉班回到家去了 他从那地方就开始往前走 回他家了 对不对 嗯 是那座山顶 嗯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他在去回家的路上 刚刚跟他的这个岳父啊 跟他的舅舅分手了 他去见他哥哥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 他遇到了上帝的一些军兵啊 看见这个 他给他的地方叫 马哈念 那这里上帝的使者 对此刻的雅各 有什么意义呢 不知道 嗯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而已 但是呢 他听出了妈妈的话 欺骗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 然后他哥哥 姨嫂知道之后啊 后来就很生气 请他父亲给他祝福了 那过去这么多年了 那么他逃跑 为什么逃跑 就是因为这个姨嫂说啊 等那个他爸爸百年以后 他准备杀了他 然后他妈妈听说之后呢 就怕他的生命就危险 就把他去派到了这个舅舅家里面去 去有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他现在带着一家老小回来的时候 他去见了哥哥了 那么他当时欺骗了他哥哥 那他哥哥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应该不是很清楚的啊 说他应该心情是比较忐忑的 在他比较忐忑的这个心情中 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上帝 你想想这个上帝 这些个军兵对他有什么一个意义呢 就是让他 就是让他不要 让他 让他不要害怕对吧 因为他与他同在嘛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的第28章 10到12节的经文啊 我来去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这几节经文啊 雅各离开别是吧 往哈兰去 哎这句话和刚才这个非常的相似啊 刚才这里面说 雅各仍旧行路 这里说雅各离开别是吧 他往哈兰去 也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是从家里面 到他旧家里去啊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路透遥远 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呢 他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已经日落 就在那里过夜 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枕在头下 就躺在那地方 我们在讲这节经文的时候说 他当时应该是非常疲乏 所带的干粮也不多了 衣服也不多 要不然他把衣服枕到头下 是不是更软一点 说明他没有带太多的东西啊 行李去走 那么他就讲了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枕在头下 是非常不舒服的 就人家困苦 在艰难的时候 做梦 所以应该是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顶端直升到天 看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看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 说我是耶和华 女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你现在躺卧之地 我要将他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沉沙 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 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看啊 我必与你同在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回这地 我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 雅各醒了 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他就惧怕 说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这是上帝的殿 是天的门 亲爱的兄弟姐妹 创世纪28章10到12节 这段经文 我们看看 雅各离开老家 去他救急的地方 他遇到了上帝在梦中 上帝给他启示 他看着这个梯子 这个梯子是谁呢 预表了谁呢 我们等一下来去 看一下有一节经文 看着梯子预表了谁 但是在当时 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他就敬畏上帝 他就惧怕 而且敬畏上帝 说原来上帝在这里 这是上帝的门 上帝的殿 他看得到了 而且他记住了上帝 对他的应许 而且上帝说 我必保佑你 领你回这地 我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实现了 对你所说的话 上帝的应许是非常重要 上帝的应许 不会因为我们人一次一次的犯罪 不听他的话 而以说改变 上帝的应许 却从不会改变 他不会因为人而改变 因为他的应许本是因为他自己 他爱我们 不会因为我们不可爱 而不爱我们 因为他本身就是爱 他就爱我们 他已经让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要发生的罪 已经死掉了 我们出生之前 我们的罪以得赦免 只要我们信这个福音 只要我们相信他爱我们 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堂 这样一个福音 你要不要相信呢 亲爱的朋友姐妹 我们看这个梯子 给大家看看这个梯子 这个梯子呢 其实是用AI做出来一个 好像是看着 有一个天使 在梯子上上下下的 但还做得不是很好 因为他把这个 耶稣上帝当成一个 有翅膀的飞的 其实正常我想 应该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梯子连接天和地 人通过梯子 才能到天父上那里 天父上帝那里去 这就回到了这个 一节经文 也就是约翰福音的 第一章五十和五十一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耶稣回答他说 等一下我把这个 耶稣回答他说 因为我说 在无花果树下 看见你 你就信吗 你将看 你将看见 比这些更大的事呢 他又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上帝的使者 在人子身上上来 上去下去 这些经文 我就回到前面 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呢 那就是说 这段经文 其实讲的就是 耶稣基督啊 看见耶稣基督 他向梯子 后来耶稣也说 不通过他 没有人能到天父上 天父上帝那里去 在约翰福音的 一章五十和五十一节 这些经文里讲的 他呢 就是这个 非力找来的拿丹叶啊 上那个 耶稣跟他讲的 你在乌花果树的时候 我乌花果树下的时候 我就看见你了 那这个拿丹叶说 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啊 耶稣说 你看看 就因为我看见你 你就信了 你还要看更大的事呢 更大是什么事 天开了 上帝的使者 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 现在我们知道 福音已经来了 耶稣已经将福音带给我们了 我们这只要我们信上帝 通过耶稣基督就可以到上帝那里去 好 创世纪的三十一章一到三节 雅各听见拉班儿子们的话 说 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 他从我们父亲所拥有的和获得这一切的财富 雅各见拉班的脸色 看哪 待他不如从前了 耶和华对雅各说 你要回你祖先之地 到你本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大家注意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二节 雅各看见拉班的脸色 待他不如以前了 然后第三节说 耶和华对雅各说 你要回到你祖先之地 到你本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这句话的意思和前面 他这一段 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十二节里面有个回应 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第十五节说 我必保佑你 领你回这地 我必不离弃你 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一章一到三节里面 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 你要回你祖先之地 到你本族那里 我必与你同在 和前面他在路上遇见 耶和华的使者第一次的时候 他所说的话和现在基本是一样的 这就说明在雅各遇到了困难 看见他的岳父对他态度不如以前 他祷告 上帝就对他有个启示向他显现了 但你怎么知道是耶和华对他显现的呀 他是不是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了 那耶和华对雅各说话 你猜想上帝是如何与雅各对话的 为什么呢 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九节 雅各从八旦亚兰回来 上帝又向他显现赐福给他 所以通过这一段经文呢 我可以推测上帝向雅各显现 各种不同的方法显现 让他知道原来这是上帝的话语 好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创世纪三十二章的三到八节 主题是雅各害怕一首 雅各害怕一首 刚才雅各是敬畏上帝 因为上帝曾经在他去他旧父家的路上 给他有了应许 给他有个确信 给他信心 然后呢 他在他旧家里面不如意的时候 又通过祷告 以后啊 对他显现 要领他回到他家里面去 但是在这样一个信心应许 遭遇上帝 经历主恩之后 雅各还是害怕一首 他在离开在旧家里的时候 也不敢光明正大的走 却是偷偷逃跑了 记不记得 为什么 说明他的信心在这个时候还是比较软弱的 人对相信上帝的信心都不是一下子就刚强的 人对上帝的灵性的感悟也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雅各 我们看他从一开始骗了他哥哥用红汤换取长子的名分 再从听他母亲的话 欺骗了他父亲 获得了这个祝福 再到他在救济家里面 十次被改了公家 他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加强 在虽然他还有软弱 但是我们看到他在信心之路上 一步一步的依靠上帝 越来越靠近上帝了 但是我们看第二点说 雅各害怕一首 创世纪的第32章的3到8节 我们看看具体的经文 然后再请我们请这个Victor和Ray来读创世纪三十二章3到8节的时候 请你看一下左边这三个问题 读完之后我请你回答一下 雅各吩咐手下人的话里面有几层意思 第二个呢 以少赶来和之前拉帮赶来有何不同 第三个呢 就第七节里雅各的做法 与他在第五节里交代的事是一致的吗 我首先请这个Victor和Ray 读一下创世纪三十二章3到8节 雅各塔网人声道西尔它是说西尔静去 这是一中递 见他这个影响 申覆他们说 你们对我主于嫂说 你的夫人雅各这样说 我在拉帮那里 一知 到如今 我有 有 鱼 羊群 一地 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 所以要在你面前往内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 说我们到了你这个云嫂那里 他带着四百人正行着你来 雅各就趁聚发 更是愁烦 而且愁烦 便把那与他存在的人口 德阳群牛群 若果分座两岁 说你早若来接下这一队 剩下的那一队才会逃避 好谢谢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雅各吩咐他手下人的话里面 有几层意思 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看一看他有几层意思 他不是一句话 你看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的第四节里面 第五节里面 这两节中文里面讲了很多 开枪 严峰路在建树一宝二十 其实有两个问题 就是先是这个 他就是对我主李嫂说 还有这个后面的一个仆人 还有这些 首先他这样讲就是对那个李嫂 就是有一种就是公信的一种 然后还有那个我有与娘 这些就是说我现在跟我 从我这就是拿着从他对着那边过来 然后就是一直就是说我有养体 这些就是一直说我这个不足 就是说我现在回来的就是说我现在有几多的钱 我觉得值得的充许是可以遵律的分散的一种 好的 那那你看看 以嫂这次来呀 以嫂带了400个人迎着你来了 你那个时候没有没有这个网络电话呀 也没有视频呢 所以他也仆人的也没有讲 他的哥哥是一种什么的态度 就说他带了400个人正迎着你来的 那么当初拉班听说雅各逃跑的时候 也带了一帮人马啊 把他追上他了 那个雅各当时也是很害怕的 而且拉班说我这有能力害你的 现在他呢 听说了他的哥哥也带了400个人 就像当初那个雅各拉汉去与这个四王五王之战的时候 都没带这么多人呢 带这么多人来 迎他来了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他不知道啊 那么这一次 以嫂赶来和之前拉班赶来 通过这些经文 你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就是经骂赶 因为他们就像曾刚说的 他们当时没有电话 就是说不能就是那些仆人 他们没有讲什么那个 他那个哥哥以后的态度 但是当时拉班去抓雅各的时候 他是连追了 甚至连追了几点 然后这个可能是可以看出 当时是拉班时分的困难 就是把雅各追起来 是的 这个是有不一样的 因为拉班是很生气 而且呢 带着一帮人追他 很快追上他了 而且呢 那个雅各知道自己理亏 在这个时候呢 雅各当时害怕了 是情无可原的啊 但这一次呢 仆人们回来 因为他不知道他哥哥是一个什么的态度 他没描述清楚 他当时啊 也是做贼心虚啊 应该也是害怕的 所以在T7节里你可以看到啊 甚惧怕 尔切仇烦 哎呀 发愁啊 肯定打不过他哥哥嘛 对吧 从小都打不过 现在更不用说了 带一帮老弱病残啊 妻子儿女 这些人肯定不够他哥哥打的 那非常的害怕 也非常的仇烦 然后呢 他就把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 牛群落头 分成两队 在第八节里说啊 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 剩下的那一队还可逃避 分了两队啊 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 所以说在第七节里 雅各吩咐他的仆人啊 说的这个我在拉班那里怎么样啊 现在为了你这里蒙恩 我带了这么多东西过来 他好像是说不需要以扫给他任何东西 好像都要给他一样 说起来好像很好听 在第八节他的做法和他第七节里做法 不是他在第八节的做法和他第七节的说法 好像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在第八节里这样一个行为 反映出他在第七节里话语 是他真因实义的要跟姨嫂这样讲呢 还是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呢 是的 是的 讲得非常好啊 那我们总结一下啊 雅各吩咐手下的话里有几成意思哈 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第四节说 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 你看我主以扫 他现在啊来去见以扫的时候称以扫为主 这说明啊 以前他骗了他当做这个长子 现在呢我回来了我也不给你抢了 我遵你为主啊就好像说言下之意啊 我把长子的名分还给你了 然后呢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啊 那时候都说没有电话也没有书信也没有这个视频 用话传话他传错了 所以跟仆人说啊 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就照话 照我这话伴给我哥哥就可以了 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自称为仆人 称以扫为主 就想说我现在要把长子的名分还给你 接下来呢他说 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 言下之意啊 我在二十年呢过了日子啊 你看看我与你 与你都分开了二十年了 也没见到你 也没见到父母啊 我渐渐呢已经受到了惩罚了 我这二十年都没能回来 所以你也啊 也不要去对我怎么样了 原谅我就好了 你看我已经自己受到惩罚 这有正常意思啊 言下之意啊 我也猜测的 但是我看他好像是这个意思 第五节呢说 我有牛驴羊群 仆毙 现在打发来 打发人来报告我主 为要在你眼前蒙恩 就我来的 不但把长子的名分还给你 我自己也为当初自己做的措施 受到了惩罚 我还带来了财富 我不但不跟你抢 还给你所有的 我还可能在增加你的财富 为要在你眼前蒙恩 言下之意就好像是 你想要都给你 话说的非常好听啊 但是在第八节 你就看到啊 他分成两队 已经做了第二首打算 说明他的言情不一样 这个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 虽然有上律在啊 但他还是对自己藏了自己人性的一些自己的思想 这我们和和我们一样啊 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啊 我们听从上帝的教导 但是当我们祷告之后 还是顺着自己的意愿 讲上帝的意愿还是打了折扣啊 那接下来看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的九到十二节 雅各在惧怕和仇犯中的祷告 雅各在惧怕和仇犯中的祷告 现在哥哥带了四百个人来了 他现在非常烦恼 又很害怕 这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祷告了 我们请这个 以令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三十二章九到十二节 然后他读的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看一下左边呢 有六个要点 他祷告的对象是谁 这个祷告的对象给他有一个神明的应许 他相信不相信这个应许 然后呢 他是一个神明的态度 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教理问答理说 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神明的态度 第四个呢 他有没有感恩 第五个呢 他有没有向上帝坦白 他真实的想法 还是说他像姨嫂一样 给姨嫂说 我这个东西都给你 言下之意 我带了这么多东西 其实他另外做了一套 他是不是对上帝也是一样的 口型言行不一啊 他是有没有坦诚相告 第六点呢 就是信心 他对上帝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跟上帝在确认 说这个六点呢 当这个以令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注意啊 这个顺着他读的经文 看着这个要点 再对照一下啊 以令请你帮我们读一下 创世纪三十二章九到十二节 雅各说 耶和华 我祖亚伯拉汉的上帝 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后待你 你像仆人所示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 过着约带河 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 求你救我 脱离我哥哥姨嫂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你曾说 我必定后待你 使你的后裔 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数 好 谢谢 创世纪三十二章九到十二节 这个经文啊 雅各首先说 呼求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是谁啊 是亚伯拉汉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说你曾经给我的应许 你给我应许 我现在回应你啊 你曾经跟我说的话 我现在还记着啊 然后呢 你给我所思的一切 慈爱和诚实 就你对我的应许都实现了 但是呢 我却对你都没有实现任何事情 我都不配得这些东西 亲爱的朋友姐妹 上帝爱我们 在我们出生之前 拣选我们 已经让耶稣基督的救恩 白白的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信 就可以得救 但是我们对上帝所做的事情 是只可打了又打 到最后还是口心不移的 雅各在这里意识到自己 所获得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 他都不配得 为啥在这样说呢 因为他去的时候拿了一根杖 过于淡河 孤身一人 现在回来了 带了几个老婆 带了这么多孩子 这么多财富 这么多东西 他意识到不是靠他的能力 而是耶和华给他 耶和华给他的慈爱和对他诚实 他守了他的信实 他却不配得 所以说他现在向上帝忏悔 感恩 然后求上帝拯救他 因为他害怕 以少来去杀他 不但杀他 自己不要紧 他也这样说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你曾经说 我必厚待你 使你的后裔 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数 在这里 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他再次强调 我相信你是信实的 你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我给自己再一次坚定的信心 既然你要拯救我 你要打救我 你是信实的 你说的话不改变 现在虽然我有惧怕 但是我把一切放在你的手里面 求你来打救我 所以说雅各在这段话里的祷告 你可以对照一下 主祷告文里面的祷告 有哪些不同 或者哪些增加 他的祷告的对象是谁 他相信了上帝的应许 他有没有顺着上帝的意愿来祷告 他是一个什么的态度 是一个什么样的身段 来向上帝祷告 他有没有感恩 他还是抱怨 最后呢 他的请求是不是坦白的 他的信心 是不是再一次得到确认的 好 根据这个集结经文呢 来去回答这几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 可以不用回答啊 你可以自己回头呢 自己来去总结一下 就是雅各的祷告 涵盖了 主祷告文中的几点啊 主祷告文 大家都会背啊 他主要回答了 主祷告文的几点 第二个呢 根据雅各的祷告 和主祷告文的教导啊 请为我祷告啊 这周我让你为我祷告 下句话呢 我就请别人啊 请一个弟兄 为另外一个弟兄啊 姐妹也是一样啊 为他祷告啊 就把他的一个事项说出来 我们为他祷告啊 这个是下句话 这句话呢 我以我为例 我把这个我祷告的事 希望祷告事项 已经列出来了 我们请这个冯女士啊 冯女士你在的啊 你方便吗 你来帮我祷告好吗 冯女士你听见吗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我怎么静音了 那现在听得见吗 听得见好 刚才一口 听见 要我为你祷告是吧 对对对 我怎么 我需要祷告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内心呢 就非常的焦虑 我也像雅各一样 也害怕今年的这个工作呀 事工啊 我工作方面呢 对呀 也不知道是否做了 顺定上帝的心意的事 也缺乏肯定的讯息啊 拿不到 那个事工方面呢 遇到很多事件的冲突啊 困难呢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是在我这样一个焦虑和 害怕的这个状况下 我觉得这个雅各的这个状况 我非常理解他 我希望你能够替我祷告 想上去 其实我也 其实我也很焦虑 我也很恐惧 因为我最近 对我来说真的 我也生了一场 其实我也生病了 最近所以没来没听 都没有上课听 所以我心里也很焦虑 对自己的身体工作也迟了 哎呀 好 那我现在是祷告吧 我先静下心了 好的 好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感谢赞领你 我们以那个圣经 以圣经的话语来祷告 因为上帝圣经里说过 我们向你天赋要什么 你天赋肯定给我们 假如我们需要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 就你给什么 我们向你客门 你就为我们打开门 所以说我们不要 不要心里有惧怕 我们要相信上帝 相信阿爸父 因为阿爸父会保守我们 让我们 因为天不会让我们 也为吃和忧愁 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 给父我们了 所以我们放下心 为我们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安安静静地聆听你的话语 来聆听你的话语 来多圣经 安抚我们的心 相信上帝会为我们 做好安排的 感谢主 感谢阿爸天父 我们也信靠上帝 信靠阿爸父 感谢主 感谢阿爸天父 请求主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得胜的圣灵 祈求阿们 感谢主 好 谢谢你 好 那我们刚才讲了 冯女士 你最近也有一些事情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请Mary来给你祷告一下 Mary你来替冯女士祷告一下 好吗 冯女士 你想把您需要祷告的内容 说一下 我们请Mary给你祷告 好的 谢谢主 谢谢上帝 因为我1月2号 因为我是冠心病 这次冠心病 装了三个支架 所以我对自己真的这次 我也感到真的 对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但是我也感到上帝 这次对我的也是眷顾我 这是因为 对我来说 这次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但是上帝眷顾我 让我又有了生命的 这次的给了我重生 给了我又一次新生 所以我也感谢上帝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 在恢复当中 现在也基本上 应该差不多了恢复的 所以说感谢上帝 让我的 让我身体恢复到正常 感谢主 感谢阿爸 天父 谢谢 谢谢主 好 我们请Mary给你祷告一下 Mary帮冯女士祷告一下 她的身体的恢复 好的 亲爱的主 我们来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 求主你来保守 请问她叫什么名字 冯女士 感谢你 让这个冯女士能够 做上这个支架 求主你来保守她 求主你来医治她的身体 让她的身体能够健健康康 恢复到你创造她时候那样的健康 就求主你来保守她 求主你来医治她 求主你来保守她 求主你来祝福她 求主你让她的身体能够一天更比一天好 让她能够 让她的身体能够非常的强壮 让她能够来侍奉主 让她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身体的状况 来侍奉主 来为你的福音来做见证 来给更多的人传福音 也求主你来保守她 让她的身体能够更加的强壮 让她能够更加的喜乐 求主你来催替我们的祷告 祷告佛主耶 从圣人所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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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啊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我们刚才讲雅各呀 这个去回家的路上 他哥哥带了四百个人来 他心中害怕 说他向上帝祷告啊 他首先认清了这个上帝是谁的上帝 是他亚伯拉罕的上帝 是以撒的上帝 这个上帝对他的父亲 对他爷爷都有个应许的 而且呢 在他去他旧家的路上 这个同样一个上帝 对他自己也有个应许的 说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 他知道这样一个信实的上帝 他向他去祷告 同时呢 他意识到到今天他所得的一切 他都是不配得的 都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上帝是信实的 而他以前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这么多 都是因为上帝 那现在他遇到了什么状况 他遇到了要害怕 他哥哥要杀他 他害怕了自己不能保护自己 妻子儿女的状况 所以说他向上帝呼求 他确信上帝会保护他 他怎么说 他说 你曾说 我必定厚待你 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数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祷告的时候 希望上帝能够听从我们的祷告 希望上帝能够应许我们 我们有祷告的内容 只要我们是顺着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话语 因为他是信实的 他不说谎 说他不能自己否定自己 在这里 雅各害怕他的哥哥 来杀他 杀他的妻子和儿女 他既得上帝对他的应许 上帝对他应许说 我必定厚待你 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数 上帝是信实的 他的应许从不改变 他虽然以前都不配得 上帝已经给了他很多恩典了 现在他请求上帝 记得对他的承诺 如果说上帝要后待他 使他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数 那自然而然 这一次 以少也不可能来去杀他了 这是他的一个逻辑关系 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要学习一下雅各 他是如何向上帝祷告的 好我们再看看 今天的一个结论 今天解论的是 当我们面对惧怕和愁烦的时候 祷告 就是我们要建立与上帝关系的一个纽带 希望我们通过祷告 面对惧怕和愁烦 寻求上帝的指引 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心 那么我们的应用 只有三点 非常简单的应用 然后我们读了应用之后 再有三篇经文 这个三节经文 也是关于我们的敬畏耶和华的 读完这三篇经文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结束祷告 所以我们结束祷告 请以令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以令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现在先回顾一下应用的三点 第一个就是要敬畏上帝 第二个就要坦然无惧 我们敬畏上帝就可以了 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这个世上的掌权者 可以杀死身体的 没有什么可以惧怕他的 倒要惧怕那些 倒要惧怕这一个 可以杀死你灵魂的 把你的灵魂扔到火湖里的上帝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我们应该是敬畏他 这个世上的人 世上的事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所以我们敬畏上帝 对这个世间的事要坦然无惧 那么在这两点的情况下 我们要祷告不可停止 我们要坚持不懈的祷告 与上帝建立关系 还有一点想给大家分享 最近一段时间 我在看这个短视频 其实有一个人讲 你做直播的时候 怎样是你的直播做得成功 他其中讲了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 他讲了一点说 你要去记住 你陌生的来观看 你直播人的名字 同时要跟他互动 然后你建议这个关系之后 你下次再直播的时候 人就来看了 这个粉丝慢慢就多了 我听到非常有道理 我们呼求上帝 我们跟上帝都不互动 都不祷告 我们下次呼求的时候 上帝怎么会 及时的回应我们的祷告呢 我们连上帝是谁 他的名字都没有记住 他在我们生命中 是一个什么位置都不知道 我们又怎么能够去 与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呢 如果我们跟上帝 建立不了良好的关系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呼求他的时候 他就如何的及时的 出现在我们生命中呢 所以说我们也要学习 这个做短视频 做直播人的一个建议 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个上帝 是怎样一个上帝 他是一个什么的 名字的上帝 我们要记住他的名 然后呢 我们要与他互动 要给他祷告 兼职不懈的去祷告 那么看那个 有三解经文 我来去读一下 然后就请一例 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箴言的九章十节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十篇一百四十五章十八节 凡求告耶和华的 就是成亲求告他的 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 好 我们请以令 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以令你可以吗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他不在 好 那我来去做结束祷告了 今天天不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也感谢你 让我们弟兄姐妹 能有这样一颗心 通过线上聚集在一起 也感谢你 今天用你的圣灵 带领我们 启发我们 应该如何的祷告 如何的建造 彼此的关系 虽然我们天歌一方 不能够线下相见 也都希望我们通过 这种方式 与线上的弟兄姐妹 能够有个交通 让我们彼此建造 彼此帮助 在你的神国里面 在我们的一家人里面 让我们能够去 一同来在你的面前 共同去寻找你的 寻求你的智慧 也求你看顾好 我们每一个人 也让我们相互之间 有更多的沟通 也愿你让我们 能够有一颗 坦然无惧的心 将我们所思所想 所求的 都全部交托在你的手上 都全部坦然无惧的 告诉你 也求你带领我们 你是信实的 你的应许 从未改变 也求你增添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愚昧 让我们有颗谦卑的心 顺应你的旨意 以上祷告奉 我主基督 耶稣的名求 Amen May God bless you See you next week 愿上席吃不给你 我们下期再见